近日,记者来到青海省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透过实验室密封门的玻璃 记者看到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 正有序接收从各处汇总来的核酸检测样本 经过仔细核对后,将样本送入实验室进行筛检 据了解,自10月20日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 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以来 青海省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在完成日常检验工作的基础上 临时组成了一支60任突击队 承担其海东市、西宁市、全员核酸检测部分样本 和省内各相关单位及其他地区核酸检测样本筛检的工作任务 是该省抗击本轮新冠肺炎疫情的主阵地之一 据青海省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副主任李子安介绍 目前,该科室处于24小时不间断工作模式 检测设备不停机,人员三班轮换 我们现在的检测能力 最开始我们的1万管每24小时 现在达到了1万5千管 那么按照如果1管10人份的话 我们就是15万24小时 青海省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主任机师王丽萍告诉记者 核酸检测样本实验室分为清洁、试剂准备、标本处理、扩增四个区域 检测人员在清洁区穿戴好防护装备后 进入封闭实验区进行试剂调配、加样、提取、扩增等工作 数据经过审核后最终生成核酸检测报告 这检测结果很关键的一步就在这核酸棋取的过程 这一步呢就是要求比较高 技术含量也比较高 整个操作的难度比较大一些 核酸棋取不到就会出现那种假阴性的结果 就会漏简 虽然我们操作一切像那个采样管 开盖啊干啥都在安全柜里 我们人员防护比较好 可是它整个是暴露的 暴露出来就风险比较大 王丽萍是这支突击队的负责人 也是这支以九五后为中间力量队伍的大家长 他告诉记者 小孩是平日里他和年长一些的同事 对队员们的昵称 在他眼里 这些孩子们总有让人操不完的心 记者采访时正值午餐换班时间 王丽萍一边仔细检查着准备进入实验室的队员们 防护装备是否穿戴合格 一边嘱咐刚刚结束工作的队员们 饭要趁热吃 不要一出来就喝冷饮 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80后的都很少 都90后的一个小团队 他们就很辛苦 因为昼夜在奋战 然后有时候他们就很累的时候 看着标本还没有接进来 然后就在桌子上 有时候他们会躺到地下 就会睡着 我看到以后确实很心疼 他们真的也比我的孩子 有好多比我的孩子都小 在工作中间那种敬业的精神 也让我们很感动 我们也感觉到90后的这一帮孩子们 已经长大了 一定能挑起这个重担了 生物分子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杜惠 主要负责实验过程中 核酸检测样本的取样工作 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 才接触核酸检测样本筛减的他 今年已经是可以阻挡一面的小组长了 这一个月 他只回过一次假去换洗衣物 其余时间都住在医院安排的临时宿舍里 现在他和同事们最大的愿望 就是疫情早点过去 一起吃一顿辣火锅 其实以前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不敢吃不敢喝 但是因为进的时间多了 然后大家都觉得 就是喝了之后 他不会就是从尿液走 但是从汗液走 然后就是出汗了 然后大家也会听之前会喝水这些 像你说那些比较刺激的就更是不敢吃的 因为每个人的分工都是特别明确的 你要是有这个状况的话 那下就有别人要去做你的事情 那么他就要承担两份这种工作 就比较辛苦 然后大家都不会去这么做 据统计 截至目前 青海省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共筛检核酸检测样本 727,782人份 有效助力该省36小时 核酸检测量突破145万人份 目前 青海省12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中 有8名已至于出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酸检测量突破145万人份